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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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個禮拜有上課了可以進行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今天講的是正觀的角色 電位 宇宙盛 今天是高級班 高級班我們就會談到 李宗盛務官 因為高級班 結束之後 我們總共有五個官 再來就是華麗典招 華麗典招那個是來一天 一天 再來就是職務 職務點招 再來就是 我們的所謂的那個 訓練 專利訓練 這就是五官 各五官之後呢 我們叫做正務官 正務官 各位 知道正務官有另外一個官叫什麼官 事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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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務官跟正務官有什麼差別 不知道怎麼會 不知道怎麼會 都知道嗎 都知道 事務官就是事務官了 做事前的 正務官就是正務官了 就是管理者 簡單的說就是 那 那 正務官 既然是管理者的話 管理 管理者 就有責任 就這個 就是正務官 那事務官 基本上呢 是協助正務官 來執行 政務的推動跟執行 簡單的說就是這樣 好 好 那 因為 有些 郭姐有三個有樓過嗎 有 有 這樣 不用再開箱了 OK 省下來 來 請 最近 我們 中央 有 比較緊張 有比較緊張 為什麼 因為 現在 非常重要的 關鍵時刻 旁邊政府 為 2006年 我們的技術長 依照國際法 依照國際法 來 跟美國作訴求 來作控告 會覺得 比較嚴重 我們是透過法律 跟美國作訴求 說 我們台灣人 因為依照聯合國 國際法律 國際法律 有關人權 人權的部分 我們應該有 我們的國籍 為什麼 台灣人 我們現在都沒有國籍 所以 我們用這個 美國作訴求 為什麼 為什麼向美國作訴求 我們有想像 美國是我們的 佔領全國 美國 美國 佔領台灣 他是強盜嗎 不是 如果強盜 有可能佔領 我就不還給你 他不是強盜 他是 因為戰爭的行為 來擁有台灣這塊土地 他來佔領這塊土地 那麼 美國 美國 他是特種的 日本 是日本還是什麼 日本天皇 因為我們基本上 會這樣來區隔 就是 在過去 過去 日本天皇 是我們應該叫日本就好了 但是現在美國將日本會軟 會軟掉 可以嗎 灰灯掉 所以 所以 我们现在要讲的时候 要先说是日本天皇 还是日本 如果说日本就可能说日本政府 日本政府和日本天皇当然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 日本天皇 日本天皇他并没办法直接管理 日本的现在国民 是由日本政府管理 所以我们在讲日本的时候 就要 因为我们这个系统不是苹果 苹果就 好 有我们先来说 最近 为什么我们现在最近很坚定 真的是很紧张 因为台湾过去其实连 想要得到 都会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希望要得到 70年的辛苦 现在终于我们要得到 我们应该 应该 应该就在法律上即可 应该给我们 我们应该要得到 这是我们应该写的 好 我们先把上个礼拜稍微呼吸一下 這樣來接比較好笑而已 上個禮拜我們就是 來了解台灣台灣的地位 上次講到我們要讓我們台灣這個Homosa 然後這個美麗重現 那原來 原來Homosa這塊土地 我們的原住民本來是應當比較幸福的 但是因為我們的土地過去 到底這個土地才有原住民因為沒有國家 因為不知道要建立國家 不知道什麼叫國家 所以以前都是部落 部落就是這鎮跟那鎮 我說得聽得懂 這鎮跟那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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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會為主土地 為主資源 要互相搶奪 所以造成互相煎的一些公的行為 那麼基本上呢 我們過去的環祖林 還不能說是戰爭 他只是部落跟部落間的一個 互相爭奪支援的一個打架 真的打架 所以過去的世代 因為我們不去台灣島 這個美麗之島 這個物產豐饒 所以當年環祖林 每天都是過著 過要抵掉老家的花生成果以外 過著生活都還不錯 雖然那個生活當然跟現在的生活 當然不一樣 古時代的生活就是怎麼樣 出門能夠去打類 打類呢 到處都是類物 依照著梅花露小姐 梅花露小姐 以前你知道我們台灣當年 那個梅花露的露魚 那輸出的量很多 所以都是被 波蘭人跟西班牙人 透過東印度公司 換去澳洲 那是那個世代 所以那個時候 這個露很多 露肉吃不完 那是他們的 非常主要的食物 來源 然後 在那個世代裡面 就是他們沒有國家 沒有國家的官僚 所以 他們有一個海盜 海盜本來都會有利 然後 再來就是 那個時候就是 西班牙跟波蘭 他們透過他們 這個 東印度公司 他們就來台灣 他們 基本上東印度公司 他這次的公司 但是他們也算 他們那個時候 他們的國家的代表 代表 所以他們有時候 要帶來他們的部隊 來攻佔台灣 那攻佔台灣 那像我們的原住民 就是他們那種官僚 所以很多人都照他官僚 就定 住在山里 這些外國人來 台灣就公佔進來 他們來到山邊 就沒辦法 少年那就是青條 青條那時候 都在我們叫八爹的經營 八爹經營 因為經過世代太久的 經過兩三八年醫生 所以通婚通婚 住在這田地的原住民 以前都是原住民 以前可能五分之一 就是五種族 這個祖母親 之後才不分 以前也是原住民 沒有那麼多分 但是知道這族和一族 沒有嚴重 為什麼後來 八爹族和五爹族 因為五爹族就是我 通婚 他們都會通婚 八爹族 就在這個病人 通婚 通婚的 我們住民到我們住民通婚 再來 這個 荷蘭 這個西班也會通婚 再來 明朝的 青條的人也會通婚 日本也會通婚 另外 產生在平地的平埔族 這個長相跟高山族 有什麼樣的 這是原因之一 再來就是 為什麼這平埔族 平埔族的特點 都有太高山 這個高山 這個高山 不是說 他們有被教育 有被教育 這就是教育 當然西班牙 西班牙 高山 讓我們來 讓我們去高山 但是都是一小部分人 對不對 然後呢 明朝的時候 明朝來的 也是一部人 你知道明朝 我們去考試看看 可以 考試看看 我們現在有一個信用 拜一個一尊信 叫做 國新娘 對不對 為什麼 可能 他當迷敵 來臺灣的信 因為我們的原住民 這是台灣人 跟香港人無關的 所以我們 說的都是這個原住民的語言 但是我們以前的原住 沒有文字 沒有語 所以他現在來的時候 就跟我們 那時候 其實都沒有打字 他沒有打字 他沒有打字 那不是我們打字 沒有了 就開始想教育 想教育 後來 我們有一些中國技術 就跟你怎麼樣 不然你的原住民的名字 改條 改中國人的性 所以我們台灣 可能 你去查看 我們目前可以查到 台灣人的中國性 用台灣人 用這個 漢文 漢文的技 他性 基本上 比在中國還要多 為什麼 因為原住民 有很多 他的語音 音調 叫他 原住民的名字 照原住民的名字 然後 就給他取當 他的這個人 他的性 你知道 以前小孩的時候 我們雙腳 我也知道你們 當時有 雙腳有 那小孩 養不大 都叫他 叫配名 叫什麼 叫阿姨 叫阿姨 孟姚 孟姬 我還在說 叫孟姥 現在 要去補給他 他要做 他去給他 給他 給他 他就說 他就說 孟姚 現在 負責年齡 可能他也不是那麼 他學生 也不用管 出來了 一個音 捏一個字 就要給你好名 這是以前的老闆 所以我們的 生的很以前 這是我們 過去的一個歷代 這個歷史 那麼 過去的歷史 讓我們台灣 沒有變成一個國家 簽條來 也沒有變國家 簽條在那裡 通知幾年 你們 你們以後 都要討論 這首老闆 都要討論 說一下 給你們的印象 簽條在這 通知幾年 2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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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久的時間 怎麼會把台灣 變成他的國土 第一個 在清朝那個世代 國際法 還不算行 你知道嗎 在簽條的時代 這個世界 不敢 沒有幾個 沒有真正的國際法 沒有那麼算 所以 清朝 他沒有 以國際法的角度 沒有 以國際法的角度 把台灣要做的沿途 一直到這個 這個 這個 賈魯戰爭 賈魯戰爭 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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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九十年 日清戰爭 你知道嗎 一八九十年 日清戰爭 簽條 簽牌 所以 這個 日本天皇 那種叫 日本帝國 那清朝 清朝 其實那個 他們 基本上 還不能叫帝國 他是一個 清朝 清朝王 來叫皇帝 還不是一個國家 這些國家 現在的還是沒有像現在的現代國家這樣組成 沒有什麼主權觀念 清朝的時候還是沒有什麼主權觀念 所以他知道主權觀念的時候 他會尋國際法來取得台灣這塊土地 被投給領土 那麼 到日本 日本 從一八九十年來台灣的市場 一八九十年日清戰爭 一八九十年 就是東馬關條的 一八九十年 一八九十年 東馬關條的 東馬關條的 那當時 那當時 清朝的 他 天皇要求 這個大兄弟佛把台灣最外土地的 割讓給日本 那麼 在 在 在 割讓的那個時間點 那個時間點 台灣 台灣 他把台灣割讓給他 但是 清朝 他收通在 西部 我們這個平原 白天的地方 高山都沒有 他都沒有統治 但是他割的時候 他就是整個跟台灣中割 所以 在 那個時候 日本人來台灣的時候 這個人的高山都沒有 搞不清楚 什麼時候 我的土地 被 被割出去 也不知道 但是 但是在那個時候 因為日本 日本在那時候 在 林治維新 林治維新 的時候 他就派他去 到 歐洲去學習 國際法 所以 大家知道 如果要 要強國 跟 歐洲人學習 所以 我們的律師黨 一直說 托維亞豬歐 托維亞豬歐 就是向歐洲人學習 歐洲人 那個時候 他們不斷的征戰 他們已經形成 國際法的概念 這個國際法的概念 基本上從什麼 就開始有了 從 拿破仑 拿破仑的時候 他就開始有 這樣的 一個國際法的概念 因為 他來台灣 來台灣的時候 這位上一次上課 來台灣 他不是要 他不是要把台灣 變成他的領土的一部分 台灣只是派兵來 在這邊怎麼樣 黃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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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海藏 以前有海藏 都會去 中國的遠海 去那三萬 所以他來這裡高 海藏就住在這裡 就不會住在這裡 他們的作用是這樣子 在那個時候 對台灣不會珍惜 所以那些清國 他們的一個 他們的歷史裡面 有寫到 寫到台灣 他說 裡面寫到的就是說 南無情 女無義 講到這個孤獨 這是他們的歷史下面 所以 他沒有想要把台灣 變成男人土 但是日本有 日本來的時候 他說台灣這個地理 會是太重要了 所以 而且 他可以補助可能不足 因為台灣這個 這個 氣候很好 生產道理 生產做糖 所以 他們就有心 要把台灣變成原土 但是 他吃了苦頭 你知道為什麼 出了苦頭 每年開始 189年 對不對 189年 經過幾年 經過37年 到19 不是 經過42年 市長的年 1937 才把台灣抵定 抵定知道的意思嗎 就是日本天皇 依照國際法 先來一個叫政府 政府 政府的意思就是說 我不是要把你當敵人 我只是要你服從我 你不服從我 我當然就派兵來鎮壓 你知道嗎 所以 經過他的鎮壓 30 42年後 191895到1937 是不是 市長的年 42年後 就變成 全島政府了 這些台灣的 台灣這些島民 台灣的島民 因為過去沒有國家 清朝在這邊不算國家 明朝更不是 荷蘭 這個 荷蘭 西班牙 東州武西 所以 到了1937年的時候 日本就向宣 世界公告 公告 我準備要把台灣 最外 土地 把它變成我 日本的 內地的延伸 內地就是 日本的延伸 內地的延伸 然後 向世界宣告 然後就開始把台灣最外 土地的 內外祖林 就是 叫做 黃民化 應該是黃帝 叫黃民化 黃民化 從1937 到1945 經過八年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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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時機成熟 十一成熟 老百姓也順服 所以 日本天皇 在那個時候 就頒布 臨至憲法 在台灣 那麼 台灣被日本 啟動 被它的領土 就是根據這一點 就是 聽到嗎 1945年的 4月1號 日本天皇 在台灣最外 土地上 實施憲法 從這一天開始 4月1號 開始 台灣就不是 日本的殖民地 這一天開始 台灣 這塊土地 就是日本 天皇的領土 就是這樣子 那過去 清朝沒有這樣做 林朝沒有這樣做 所以過去 通通不是他們的領土 只有在日本 來了37年 42年之後 把台灣 變成領土 這就是我們的全身 我們現在 要在台灣這個地方 未來是不是會建國 台灣未來會建國 未來 不知道 為什麼不知道 因為現在 土地所有錢 是 別人的 誰的 民 民主天皇的 不是 不是 是日本天皇的 然後 土地所有錢 是 你們天皇的 但是問題是 是在1945年的幾月幾號 有兩顆原子彈 8月 8月7號 是8月7號 還是8月9號 兩顆原子彈 丟到長崎跟廣島 對不對 這個時候 這個人跳 就 我挑戰投降 所以我挑戰投降 就怎麼樣 你只要不把我的 人民全部殺 我就投降你 依照你的意思 都沒有關係 我就沒有條件了 我不想投降 我就投降就對了 所以 從那個時候起 請問你在1945年的8月 8月6號 8月6號 8月6號還是8月8號 兩個人之彈丟下去 天皇有條件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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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 台灣是不是 投降之後呢 台灣這塊土地 天皇是不是還是水天皇的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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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 無條件投降 是 對不對 要到什麼時候才改變 告訴你 什麼 我們現在的領土 現在台灣的土地 現在土地後來有改變 然後是根據什麼樣的狀況 投降 不小心投降 戰爭法都要到 戰爭結束 然後簽名 簽什麼耶 投降條耶 簽約以後 我跟你做賠償以後 恢復和平了 那這樣才結束 但是那個時候簽名 就簽了哪一個月 救命運動 對齁 好 以救命運動簽了 要從他生效日開始 因為這個 救命運動有規定 天皇必須要放棄 台灣最壞土地 的 什麼的 什麼 救命運動 簡單來講 就是管轄權 要放棄 這個管轄權 但是問題 來了 為什麼這塊土地 清朝可以完全割讓給日本 為什麼 這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年輕不能要求日本天皇 把土地割讓出去 這就是國際皇的地方 就是因為 在那個時間點 這一塊土地已經是日本的 天皇的 這什麼東西 淋土 已經是淋土 不是殖民地了 所以 依照國際法 不能 割讓 但是呢 可以放棄什麼 管轄權 這是過去的歷史 好 因為有過去歷史 這樣子 台灣 從1952年 就是 舊金安和平條A 生效 1952年 和平條A生效 那一天開始 有一天開始 有一天開始 這個所謂的台灣人 台灣人在那一天開始 國際 的國際 的國際 基本上就被 後來的戰營組 講中正改變了 就是1946年 這個1月12號 他用行政緣令改變 改變之後 簡單來講 他就是通過 歐巴 那個歐巴 他就殺 把精英屠殺 然後呢 台灣人的 屠殺 屠殺之後 因為台灣人在過去 有沒有國家精英 沒有 就短短的 短短的 幾個月而已 應當是幾個月到 兩顆原子彈下去 到前後應當有六年 1945到1952 就這樣和平條A生效 總共加起來 1951 因為他追溯回去到1951 總共 將近六年 是屬於日本的領土 但是因為19 這個兩顆原子彈下去的時候 這個日本人就撤退了 撤退回去 那個時候呢 照理講 在台灣的這些人 都叫 都是日本人 但是他是要求 要求 從日本來的 這些 這些日本人 他們回去 然後把 在台灣最外土地 原來這些皇民 就留在台灣 事實上 在那個時候 蔣中正 蔣介石 有要求 有要求 美國人 協助 把所有 我們在台灣 這些日本籍的台灣人 全部送到日本 但是 美國不肯 因為人這麼多 六百萬人 不可能 所以 所以 還會有這些 所謂的 日本的台灣人 留在台灣 留在台灣 這個是過去的歷史 問題來了 蔣介石是來台灣 是來佔領的 他是帶誰來佔領的 不是他自己來佔領 他是 帶美國來佔領對不對 所以 台灣的 管轄前的 權力 目前還是在 美國人的所上 但是 因為 美國人 他搞一個 某某政策 某某政策 讓台灣人忘了 讓台灣人忘了 這個 這個跟日本有關係 所以 讓我們這些人 一直一直 我們都是 叫佛羅 他用教育的方式 用很多的 這些 不人道的方式 用這些 沒有人權的方式 給你改變國旗 所以 讓台灣人 到現在還是 生活在政治面欲 就是這樣來 這個是美國的 說法院判的 所以 等一下 來接到這個地方 來接到這個地方 那因為 台灣民政府 依照國際法 來成立民政府 之後 來跟美國 做訴求 為什麼 不叫控告 事實上是一種控告 但是 因為他是占領者 他現在才 所以我們有功 跟你訴求 我透過法力的手段 跟你訴求 事實上 他是一種控告 好 那我們呢 那 既然 議員在台灣 這個地方 我們來了解 我們今天進來 來上這個課 當然 基本上呢 我們希望 未來能夠 跟我們的中央 一起來打拼 一起來打拼做什麼 讓我們台灣的地方 正常 什麼叫正常 什麼叫正常 就是 該美國 要幫忙 要怎麼幫忙 該給我們的權利 要給我們的權利 至於那些不公不義的 政權 就是我們現在手指 對ROC的政權 因為他為了延伸 他的不合法的統治 所以延伸 他不合法的統治 所以 以一筆想盡辦法 要延續 他的統治權利 甚至呢 希望 看看 兩國人的辦法 幫助他來 變成 和華 所以我們 律師長說 暫領 不得 暫領 不得 暫領不得移轉之前 暫領 不是 暫領 暫領 不得 然後 然後 那你 處理處理處理 蛤 那你不得移轉 處理處理 處理處理 弄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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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云不可以救你 對吧 你弄云不可以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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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暫領呢 你來暫領 你不可以把台灣的子權移轉給你 就是說 這個土地我問的有副本 這副本百人沒 現在台灣的土地副本 在什麼時候 日本天皇 日本天皇 現在的 我們要講 徒弟所有的錢照 是在日本天皇手上 然後建築物的所有錢照 是在誰的手上 美國的手上 美國的手上 所以 逃云不可以 會云不可以 這就是 過去的歷史 好 因為現在我們要訴求 可是現在台灣的 管理者是誰 中國人 事實上剛剛講 中國人流往來台灣的一個集團 就是過去的中華民國 那中華民國 為那當時很豪華 然後 慢慢開始 變得怎麼樣 變得不豪華 那麼一開始 他是流往來台灣 一開始就沒有台灣的 引流的寬 沒有他的 土地跟他沒有關係 人員也跟他沒有關係 他只是暫時的站臉 但是那個時候的 美國 他們太厲害了 他們設計 就是現在路面條約 就現在路面條約 就現在路面條約 這個時候的 美女 這麼設計好 六年對不對 六年你跟他看喔 我覺得他們好厲害喔 他們為了讓日本 永遠站不起來 把那時刻 我被設計一個條約 讓你永遠有效 讓你沒辦法 怎麼要站起來 好 就是 就現在路面條約 所以在這邊 我要問各位 日本是不是主權 獨立的國家 日本是不是 你看 說了這些大家 都可以去 那怎麼辦呢 美國是不是 美國是對不對 這個 英國的話 這都是啦 那講到日本的時候 你就會開始 疑慮了 好像是又好像不是 因為日本政府 是不是住在天皇的土地上 對不對 日本政府 那日本政府 它叫什麼國家 他叫新日本政府 是一個新日本國 結果還跟天皇的日本帝國 同不同一個國家 不一樣 因為從什麼來指示 從法律來指示 從什麼法律 憲法 日本政府用的是什麼憲法 會不會憲法對不對 天皇用的是什麼憲法 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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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帶來一個國家 可見 他們有兩個國家在那邊 只不過 因互相 歷史的關係而已 那我們來看這個時候 來看 那麼日本 看起來它就沒有 沒有主權獨立 第一個 因為它的領土 是天皇領土 只是天皇有授權給他們而已 所以 以我看起來 日本幾乎是逼我們黨 比較好幾乎而已 幾乎不太多 幾乎不太多 他們現在還是受罪於美國 目前 為什麼 因為究竟我們條A 還沒有解除 OK 先蓋 先蓋 它軟掉了 系統軟掉了 好 好 我們來讀一點時間 來 政府官 我們今天來 他們民政府 當然可能 再次各位都有機會成為政府官 那這個政府官 這非常了不起 非常了不起 美國呢 他從我們 民主黨從2006 控告美國以來 然後2009年 他說已經宣判一次 那宣判一次 為什麼沒有把 政權轉過來 因為那個時候 他們民政府 剛起了 甚至一群人都沒有 一組人 你要不要接政權 要不要一群人 要 蔣介石來台灣的時候 他派錢女來 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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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要不要 一定數量的人 所以那時候 六百 一群人 現在台灣 兩群人 兩千七八萬 如果這樣 兩群人除以六百 數倍 所以 美國說要四千個 四千人 是這樣的一個 一個道理 那 既然各位就是政府官 一定要了解政府官 在做什麼的 因為我們 在一路走來 我們都很多的同心 很多都是這樣 可能 甚至連國小都沒有讀業 但是呢 大家有個共同的目標 共同打拼 還好 政府官 不一定每一個人都怎麼樣 不一定大家要學術 八八八 不一定每一個人都要博士 如果這樣 大家都來不吃 對不對 所以 不一定要這樣子 你回想看看 蔣介石 當年 他也是 一群人來台灣 一個人來統治台灣 那我們來看看 像其他的國家 都是一樣 這些人 當他變成一個國家的時候 這些人不一定每一個人都有很多的學術 很多的學術 很多學術 所以這一起共同打拼 共同打拼呢 然後來變成這一個 一個國家的一個領導團隊 這個叫政務官 政務官 然後 政務官的相對就是事務官 事務官一般來講呢 都是透過口氣 分派 那政務官就是 就是由政務團 政務團的領導 核心來派任的 所以 你為了要在台灣的時候 當任政務官 要不要跟他來打拼 要 如果沒有一起打拼 那什麼政務官 很難 也有這種 就是臨時任命我來的 我們現在看 川普 有給我們很多的 很多的 這個 可以教育 川普 他現在是任命 一大群的政務官 對不對 你不要看這些人 最大 不是川普隨便到外面找 我在後面 以 去 了解這個人 然後 了解他的主張 了解他的屬性 他願意跟他一起打拼 然後他過去 就有某種程度上 支持川普 某種程度上 有些有足足參與 在疑問在什麼都要支持 所以他就是他一個潛在的團隊 也就是他的政務官群 因為我們來這裡 我們來這裡 上課 來這裡給大家共同打拼 我們從臨到現在 那我們呢 也都是我們的 他們的政務官群 所以是領導群 就是政務官 那 最後政務官跟事務官不一樣 我們要清楚我們的角色 到底要怎麼辦 好我們今天的課程是這裡 來第一個你要先了解國際法 因為台灣民政府今天是說 走到今天 在台灣的這個領導 在台灣的統治者 就是現在ROC 他為什麼沒辦法動台灣民政府 因為台灣民政府是和法的 是依照國際法成立的 他不可以動 因為他們上面還有美國在管理 美國人他們都可以 美國 我們他們就是依法取得 所以連美國都尊重我們 這等一下會講到 來 所以國際法 國際法基本上呢 對現在國際間通行的 一個國家跟一個國家 互相間的一個交往的一個行為 的一個國際上的一個法律 那麼基本上我們要主權國家 主權國家 那我們台灣是主權國家 等一下看 所以國際法基本上的法 來國際法的主體 他必須要主權國家 如果你不是主權國家的話 事實上呢 當然你會被國際法來限制也好 但基本上呢 你沒有權利 所以基本上國際法就是 完全權利和義務 你才能叫主權國家 好那我們來確定一下 這邊可以幫我放一下嗎 各位知道現在全球有幾個主權國家嗎 專給 多少 一百十十幾 將近兩百 那 這個是從那個危機 剛好下來 我們現在看裡面的資料 順便講一下 危機百科他的主張 不一定是對的 因為危機百科是誰寫的 是誰寫的 那寫的 如果有政治偏向的話 他寫出來就夠一點正確 可以存好 好不好 來往下拉 往下拉 一直拉 來 來 繼續拉 好 停 這些基本上呢 都是 都是 目前我們所稱的主權國家 但是你看一下 這些國家都有一個特性 他本來 他是被 這個 印度 他本來是英國投資 然後脫離英國獨立 都是 從哪一個國家獨立 哪一個國家獨立 哪一個國家獨立 都在看 很好看 你看 過去的強國 英國 俄羅蘭 都是英國最少 美國 英國 科研這個世界 在過去 現在的規制法 都是這麼來主宰 他們來定討異 那麼這些 這些國家來脫離 脫離 好 我們再往下拉 大家看一下 來看一下 OK 謝謝你 總共呢 一百九十幾個國家 那問題來了 問題來了 一百塊的國家 歐治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 總共六十幾個 六十幾個主權 主權的國家 那到現在 一百九十幾個 已經增加了多少 一百三十個以上 而且呢 很多就是什麼樣 公民無人 幾萬人 十幾萬 十幾萬個人 他還在成立一個國家 再來知道 經濟 他的經濟非常的平衡 但是呢 他們為什麼一個一個 成為主權獨立國家 主權獨立國家 他說你要讓他們交往 那就是你的身份 你主權沒有獨立 你今天沒有交往 沒有人理你 都把你看出世上 是不是欺負你 那 那麼多的 這個主權國家 來成為這個國家 為什麼台灣沒有 這個不定 我們真的要探討 如果我們不來探討 我們永遠都沒有機會 變成一個 獨立的主權國家 來看一下 好 但是他要交往 他是國際社會最基本成員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ROC是不是主權 不是吧 台灣呢 也不是 所以 這樣交往 我們川普說 我跟台灣總統 來通電話 基本上 他在那個時間點 他怎麼講 事實上已經不可以這樣講 他也就不可能講 不能講台灣總統 問題是 我們 我們 我們在台灣這個地方 我們聽到總統兩個 兩句 他就當作 他是一個國家的代表人 對不對 總統嘛 事實上 在西方的世界裡面 他不一定是這樣子 總統可能是 這家公司的一個總裁 叫總統這樣子 所以我們要把它搞清楚 所以 基本上 這兩個 我們現在講的總統 但是我們 不是主權 ROC他沒有主權 台灣也沒有主權 來 看一下 如果是要去我們條件 誰不要固定的居民 什麼叫固定居民 固定居民 固定居民是什麼意思 當然不是移動的 最主要就是都 世世代代已經在這塊土地上 已經居住在這塊土地上 所以我們說ROC如此 ROC呢 台灣如果是他 台灣不是他居民 因為他是留下來這邊 所以 不是他的居民 再來 界線的領土 什麼叫界線的領土 就是很清楚的地界 這個國家的領土界線 再來 政府 什麼叫 我請教各位 ROC 他的政府是不是有效的政府 ROC 有效嗎 我們現在講的有效 就是所謂有效 我這邊講清楚一點 讓大家了解 所謂有效的 他這個政府 可以獨立自主 來決定他要做什麼事 他的政治要怎麼主張 他要跟哪一個國家來交 他如果能夠做到獨立自主 叫做有效的政府 但現在我們知道 ROC他可不可以 不可以 他必須要設置於誰 美國 所以他不是有效政府 再來 被國際承認 所以被國際承認 是給誰承認 小國家不算 用錢買不算 就是要 基本上 要被公認 他是 在世界上 他是一個 主權很明確 很明確 有影響力的 一些國家 所以要被這些國家來承認 才叫做被國際承認 但是我們知道 ROC他並沒有被國際承認 基本上幾乎都沒有 那台灣 當然不是 台灣絕對不是國家 ROC有國家 台灣有國家 所以他們現在都是用台灣台灣 來當成這四個國家 對不對 當然不對 所以我們知道 他們現在還是在騙 這個美國 可能他們在 是故意這樣來講 還是怎麼樣 我們不知道 故意模糊 我們不知道 但是他們都很清楚 台灣不是國家 所以我們來確認一下 是不是主權國家 來看一下 來看一下 ROC ROC基本上 這邊畫條線 基本上他已經不叫中華民國了 過去 過去是 什麼時候是中華民國 什麼時候 叫一下 這個時候是 倒到第六個中華民國 1912到1949 中華民國是事實上存在 但是來台灣追尋人 他們基本上 基本上你已經來台灣了 那叫流亡了 他來台灣的時候是 1945年 1946年的時候來台灣 所以基本上中華民國 可以稱為事實上的存在 它是一個國家 但是讓人家 他的領土 他的領土沒有在台灣 在這個西蘭台 是中華民國 完全沒有錯 1949年 但是呢 從1949年 在現在的 在中國的領土上 中國的土地上 有誰出國 所以 雖然 他是 中共從什麼時候 開始期待 中華民國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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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7 1 1 都被期待 所以 事實上 中國民國 他是 真正被期待是在 1971年 他推出 推出 就是 這個聯合國的席位 被中共期待 現在聯合國的 過去 這個 中國民國 他們的位置上 他的牌子還是寫 中華民國 東文 英文是寫 但是中文是寫中華民國 中文還是寫中華民國 從什麼時候開始變成 中國台灣當局 1980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叫做中華民國在台灣 應該是叫中華民國 這個在應該解釋流亡 這應該解釋中華民國流亡在台灣 那 那麼他是到 為什麼到1979 因為1979 是台灣關係法 一直到哪一年 那麼他在1980年生效 他生效 他又回溯回去 回溯到1979 對 所以 1月1號 所以 南國中華民國在台灣 他的時間是1950到1979 好 這邊討大家一下 第2個期間 我們請問米定義 還是最近有 有那個 媒體在爆 是不是真的 我不知道 結果他走掉 沒有 那個是網路流傳 沒有 不准 我看他好像寫到 像賽爾騎士 好 那 因為 李登輝他在任的時候 已經是19幾年了 198 好像88年了 所以李登輝說 台灣 事實上 中華民國 他的真正名字 叫做中華民國在台灣 他講的時候 事實上已經沒有了 因為中華民國在台灣 是到1979 好不好 這樣知道嗎 再來 從1980年以後 叫做中國台灣當局 從1980年開始 一直到現在 叫台灣當局 事實上 這裡 為什麼叫中國台灣當局 從1980年 既然 既然這邊 已經沒有美國在承認 這個地方 因為有美國承認他 美國是不是大國家 有美國承認 所以給他撐腰 所以讓他撐到1979 然後呢 美國跟他怎樣 斷交 不就沒有大的國家承認了 所以他從那個時候 他就被授權 變成在台灣管理台灣的一個單位 那麼叫台灣當局 在過程我都會知道 把這個台灣當局 當成是美國台灣當局 那今年的 去年2016年7月12號 總裁法庭 海洋 他判 他判 在台灣的管理當局 叫什麼 中國台灣當局 請問各位 有沒有看到美國抗議 沒有齁 為什麼美國抗議 美國可以抗議 因為美國已經準備跟他切割了 過去事實上 中華民國來台灣那麼久 一直到他滅亡 一直到當局 都是美國在撐腰 這個叫撐腰 事實上就是 授權給他來管理 所以 他一直都是 在台灣 那麼從1980年開始 美台 這個所謂的 台灣關係法 生效之後 他就完全跟他斷交 跟他斷交之後 他為什麼還會存在在台灣 因為美國的 授權 美國同意 這叫做中國台灣當局 OK 好 所以在國際法庭 那些當海仲裁 ROC 就是中國台灣當局 中國台灣當局 這個當局 這個當局 這是當局 好 來 那我們再看一個觀念 來 講台灣 台灣 台灣關係 台灣 對不對 用英文寫了 事實上台灣是什麼 台灣是只有台灣嗎 美國的台灣關係 但是美國台灣 美國軍事政府 他叫美國台灣列島 美國台灣列島 要加上騰虎 所以我們這邊看來 台灣 他事實上是台灣強 騰虎 在美國的定義是這樣子 基本上這樣 用台灣列島 基本上這樣 為什麼 後來 做公司 我一定是有關 航行